先看看体验服团结模式有什么改动 新枪械是一把也没加减的 M200 AA-12还有PKM都没有 新烈手心上师也没发现 倒是有个新的淘汰特效 是个KO的 看起来也还不错 秒杀很多升级枪了 再回来看看这现代团结 新喷子A12玩的模式 也有图一乐 要想玩的好呢 还是靠着老牌的度假导神器 SPAS-12 同样都是-12 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这RPG也有所改版 之前RPG是有三发子 现在只有一发 只有打一发的机会 还是之前不能回血 特意给你加了个医疗香 只有几秒钟就可以回复满血了 只有一次机会 估计是听了咱们之前的建议 这喷子威力肯定也不说S686之内的 中间距离一喷一个 那离得远也不至于刮杀 卡在这里 两喷 喷得好一喷 后边还有人 什么时候绕过来的 走位走了这么多发子弹 但我只需要中一发 单剑模式 贼打了很多把 发现逆风局是真的难打 家门口都出不来 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掩体 还有手雷啊 等等啊 投掷物 优势方都可以轻松拿到 要是队友稍微这一步给力 就算你一个人很能打 那喷子模式对吧 打的都是近距离 其实双方实力差距也不是那么大 你一个人再会玩 对面四个人全都冒在角落 你冲出来就是挨打呀 这喷子模式 最近看到是谁能找准时机 打一个先手 新喷子用久了 会降低你用其他喷子的技术 用久了就不会玩其他喷子了 这喷子是全自动的 你只需要一直按着开火箭 那别的喷子你得一发一发打 玩久以后 用S686 S1K 我都喜欢 一直按着开火箭 结果打一发 我瞬间就嘎了 所以说这把新喷子 就涂着乐哈就好 你看这打中这么多喷啊 还是被反杀了 我打他100血 为什么不挂掉呢 这模式人人都是100血 不是120的 这哥们DBS很凶猛啊 陀螺一掘往地上打 哎呀 我也失灵了 咋回事啊